台湊本土台湾人 這裡是說你有林農 台灣這塊土地的人 我們都很歡迎 因為一個新的政府在要站起來 真的很欺負所有的林材 你們的支持就是 好我們快速成長的因素 我們這個要說的題目是 我不是我的我 我要告訴你 我們在立方政府 中央民國交友提出的資料 我們所接觸的 他所有人教的 很多都是他捏造的 為了要安穩統治 所以他必須捏造一些例子 搞不清楚 台灣人跟中國人跟日本人 到底之間有什麼關係 他聽到沒有話說 今天就要來講 拿一些證據 告訴你說 我們所認知的自己 其實是有很大的誤差 真正的台灣人是什麼 我們要認清我們自己 你出去人宣傳 宣傳台灣民政務 或者宣傳說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其實講真的 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決的 你一定要有很多資料 很多正義 你怎麼都打對方嘴巴塞住 所以這兩點前我覺得非常重要 你就比較認真聽 你如果說我這個資料不錯 你後面你拿隨身在那裡看也沒關係 如果你說我今天不去找 如果你在高級辦的時候 你才再去找 才會看也沒關係 因為我這些資料其實已經 外面各組 一些講師 他們也都拿在用 其實這也不是我自己的 我也是炒人 東炒一塊西炒一塊 然後把它編出來的 所以也沒腿炒 其實也是合理的 因為這不是我 這不是我憑空想像 我也不可憐 因為這都以前的就輸了 怎麼可能憑空想像 好 我們開始來講這個 那這個有一點 這個題目有一點 有點繞口令 說我不是我的我 你說我們所認知的自己 其實是不是真正的自己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是我們前總統李登輝 這個他改下來 我是不是我的我 我的我 是不是我 我叫一下李登輝 三個字 他一直在門新自問 他說他這百年紀 吃了這麼多歲 做過什麼中華民國的總統 竟然搞不清楚自己真正的身份地位 當然不是他自己而已 你說台灣人本身真正的身份地位 也沒有很清楚 這是第一個方面 那另外一個方面 也是在講說 他真的也不是很了解自己 內心的世界 他內心的世界怎麼樣 或每個人內心世界怎麼樣 我們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要了解自己的身世 我們是從哪邊來 我們祖先真的是 當山過台灣嗎 先看一塊黃民 我們是黃民後裔 我們要恢復大日本國籍 很感謝 11月底的選舉 郝博春 他站在這裡說 說你們這些都是黃民的後裔 你們這些是黃民後代 很多人 很多人 當時都很紛亡 怎麼變成黃民後代 不是中國人 不是回歸祖國懷抱 不幾天之後 郝博春 又去南部一個大學演講 他自己也說 我沒有講錯 他到現在都沒有講錯 那台灣人為什麼不承認 說我們台灣民政務大聲疾呼 我們是黃民後代 為哪裡證明 這張天皇招書 1945年4月1號 日本天皇半部招書 說台灣開始實施 日本明治憲法 從這天開始 我們變成真正正的日本人 這是正義 這可能 這可能事後捏造的 捏造的東西 這有砍布鑽 隔天砍布鑽 現在捏造 後面看到 我們先看這個 這是郝博春 這柯文哲的媽媽 在選舉的時候說這個話 其實柯文哲的媽媽 也不是說改了改 台灣真的有 不過我相信柯文哲的媽媽 已經是日本世代的人 日本世代的人 我搞不清楚自己是日本人 我們這不是日本世代 我們要怎麼知道 所以很相信 所以今天來上這個科 就是有必要 修正你的觀念 有的人說 沒關係 反正都說政書 就算要用冠 用冠就用冠 現在中華民國都說 我們不能有階級自分 我們不能搞階級 對不對 我們不能做那個什麼 階級分法 我們大家都中國人 要和睦相處 其實 真的在搞階級分法 是他們這些流行難民 他們的台北跟台北 真的不一樣 奇怪 我們 我們 他也納稅金 他也納稅金 是怎麼好利就比較好 你看這浩波村 領多少 你跟他說 他只要領 四千八百二十六萬 如果放在銀行 到達的利息 怎麼沒有五千萬 他這人五千萬 你們幾個月 到達的怎麼有五千萬 沒有啊 要這樣 這又補助 我 那浩波村 他 行政院長 那國防部部長 我保護台灣啊 保護台灣 他是台灣人來台灣的 你憑什麼資格 保護台灣 他就是要說到走路走在哪裡 是我們台灣人保護他 搞不清楚啊 看這張公文 1958年 民國47年 9月4號 這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什麼 台灣和澎湖地區 現在仍然被美國 武力侵佔 所以頭一張 來講 台灣人是什麼 日本人 所以我們是日本人 這張來講 我們被美國 佔領 所以日俗美戰 台灣人 真真正的 就是日俗美戰 這不是我們台灣民政務發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自己說的 1958年 民國47年 張介石你不是說關乎台灣啊 關乎台灣哪有 為什麼美國還要佔領 這是邏輯的不通嘛 所以什麼 什麼10月25號 關乎節 那騙人 12月25號騙達人 那叫漁人節 對不對 什麼4月1號漁人節 來講 4月1號是這個 4月1號 4月1號是行線紀念日 知道嗎 好來 專門給我刮掉 你一定要承認這個事實 你如果沒辦法承認這個事實 民政務說還有理由 政機拿多少 你腦袋裝不進去 一定要把舊東西先掏走 誰在保護台灣 日俗美戰 那誰在保護台灣 中華民國的國軍 學會講 1996年3月8號 四射飛彈 那時候也在選總統 你頂會在選總統 美國國安部部長 培麗對柯林頓說 已經違反美中之間 然後就馬上出動軍艦 在台灣海峽在在巡邏 誰在保護台灣 中華民國國軍 就像我專門國國軍 那多少本土大人在做朋友 對不對 你腦袋都一次 都一次人跑步台灣 有啊有啊 那個金門啊 823炮戰啊 那金門啊不是台灣的啦 金門是你們中國大陸 那是你們內戰的 那看這個 陳水扁 在我任內期間 我曾多次接受AIT主席指示 行事喔 即使這個指示啊 影響到我總統決策 我都要受命照辦 AIT 比中華民國還偉大 看出來 中華民國的總統算什麼 AIT底下的小裸裸而已 中華民國什麼時候擁有台灣主權 從這裡看得出來就沒有啊 你如果擁有台灣主權 你現在都要接受AIT AIT也不是美國的公交單位 AIT是什麼東西 美國在台協會 美國在台協會是在做什麼 就是說台灣人如果需要去美國 是要辦公交移民 要旅遊觀光 要留學 是不是要來這裡辦 對嘛 那就是一個代辦機構而已 AIT是一個民間組織 AIT這個民間組織 是美國政府授權給AIT 你來台灣幫我處理這些事情 我問你喔 AIT是民間組織 民間組織可以管到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算什麼 民間組織啦 你知道嗎 講完 美軍佔領台灣 我拿一些主要來看 其實美國是常進人 他每個人都不在講 都夾點點 所以阿扁啦 陳水扁啦 一去做總統 馬上發表四不一沒有 其實這四不一沒有 我跟阿扁也是 沒什麼要講 我都不可以不講 這講講常了 你就是要照美國所講的 你就是不可以這 不可以這 那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美國政府 我們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 不然我們到底可以怎麼樣 他也沒辦法這麼說 台灣人自己找答案 找不到答案 就繼續政治煉獄 繼續到中華民國館 就這樣而已 加在我們的秘書長 有找到答案 所以大家對他走 今天有辦法來打民間 其實都是大家的福報啦 好來 看看台本金嘛 加入WTO 世界貿易組織喔 請問一下 是用什麼名義加入的 獨立分離關稅領域 並不是以一個什麼 真正的國家身分 加入的人 是怎樣 那就是阿公 主導的 都是共產黨 從中破壞 我告訴你 那都是誰的 那都是中華民國家的 其實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 剛好需要來主導 你整個人 自己就沒有 就不是擁有台灣主權 那是劉王政 那是在這裡的代管 你不是一個國籍 你帶到撞去 對不對 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管你怎麼樣 那是全世界說 不可以的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絕對無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這樣 英國的事情 我要說一個事實 我們隔壁一個小朋友 我們隔壁一個小朋友 我很會畫圖 為讀 為讀到 老師要大家這年度 拿出去出國比賽 結果 結果 結果老師 腳底下 這麼說 我要把你女兒的 那個作品 拿去出國比賽 可是 上面的說 有個地方要改一下 才能夠送出去 你知道改什麼嗎 因為他女兒 在上面 畫了一支國旗 中華民國國旗 說這樣不能拿出去 那支國旗 才能拿出去 那代表什麼意思 中華民國都知道自己不是個國家 大家都不知道 國會 滷滷在 一些武器的 電車都滷滷在 不然 這樣 我們再看一些別人說 這毛澤東 鄧小平 跟季辛吉 1975年 他說什麼 你看毛澤東對季辛吉台灣 美國現在有 中國的台灣 當然中國台灣是比較不對 但是美國有台灣 這屬實 他那邊就這樣說 他那邊不是說台灣是中國的 如果是台灣是中國的 台灣又是中華 中華民國的 直接就接收 就好了 還在說美國擁有台灣 就很矛盾 你覺得很矛盾嗎 但是全世界都不知道 我們每人最聰明 最知道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的中華民國 我不會說 這都看得出來 他又說 當然最好 台灣在美國手裡 要是現在 美國把台灣送給中國 中國也不會要 因為現在台灣要不得 那有很多的反革命分子 我也是那時候 年代說的 你那時候要在國共內戰 這個都會看得出來 來 季辛吉就對毛澤東講 美國最後一天會解決台灣問題 1975年 民國64年 季辛吉不認為需要一百年 才可以解決台灣 你看 那上帝聽到毛主席 聽到從毛主席嘴裡面說出這個 有美國的代管 那就好了 你中華民國算什麼 你中華民國算什麼 中華民國算什麼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他是一個 說得好聽 一個政府而已 那政府也不代表國家 講政府是太過代了 台高的身家 那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大家怎麼衰 打仗 二次大戰 打輸人家 叫美國籤 美國又叫一個阿薩布魯來管 來 吉田茂 吉田茂 日本的首相 就是二次大戰 簽署舊軍山合約 來 1963年 日本只是放棄台灣主權權利而已 1963 民國五十二年 民國三十四年的關護台灣 人家在說 不是 而且尚有台灣領土主權利物存在 因此 每日安保條約保護的內容 才有將台灣海峽發展在裡面 所以每日安保條約 有保護到台灣 所以是誰在保護台灣 美國跟日本 什麼中華民國 有人說 舊軍山條約 就講日本放棄台灣了 所以台灣就無足利 那這樣吉田茂算什麼 舊軍山合約 吉田茂 吉田茂跟杜勒斯兩個在那裡 在那裡 一來一往 什麼好 所以 舊軍山和平條約 到底寫什麼內容 問吉田茂跟杜勒斯就對了 吉田茂就說 只有放棄主權權利而已 主權有還在 你們還要說什麼 舊軍山合約的人都這樣講 你們外面那個博師碩士 那都你自己想的 當事人都這樣講 所以台灣是誰的 日本的 也不是很正確 大日本帝國的 來 薛瑞甫 美國智庫 2094專案這一個專案機構 我們知道 執行長薛瑞甫 2013年 2013年 最近年 在美國法國智庫 傳統基金會 都發表談話 他說什麼 美國是基於每日同盟 才需要履行 台灣關係法的防衛 義務 大家 大家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有當時的補助也都有說 大家都有說 大家人家就訪訪 看著就看著就過去了 明天繼續上班 每日安保條 1951年 1960年 1996 2002 2002 2010年 2010年 你看 又重申 每日安保條約 還適用在釣魚台 釣魚台 那 那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插 釣魚台是中國的神聖國土 那是你們自己的 人家都不這麼認為 而且在馬關條約的時候 你們大清帝國已經把釣魚台 割給日本 割給大日本帝國皇帝 為什麼 連台灣澎湖 集周邊群島 東京幾度 北緯幾度 都掛掉了去 包含釣魚台 你還插什麼 那都在教育 愚弄於老百姓 你知道嗎 讓他老百姓產生一種什麼 反日情節 你知道嗎 因為中國大陸的老百姓 真的過得不太好 還有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下 一定要給他老百姓一個出口 你們就是從這裡開始發洩就對了 所以去年反日 一些日本人的 在中國的一些公司工廠門 店面給他們弄一弄海 有沒有 鬧個兩三天 那給老百姓一個 宣洩的出口 其實 其實那天 中國會出事 來 這都新聞 這都看得出來 嚴重警告中國 黑白亂來 這會看得到 這都是 新聞 我把它剪接起來 讓大家認識一下 到底台灣的真正地位是什麼 那真的是中華民國 那真的是中國神聖國土 台灣的主權 現在目前在美國手中 因為究竟在和平條約 已經要求大日本帝國天皇 你不能再對台灣這一塊土地 有任何的干涉權 主導權 就像說一個人 可能是做壞事 還是什麼生理失敗 他們家的主宣 叫什麼 法院怎樣 查封 禁制產權 你現在不可以 叮擋你的財產 對不對 你不可以叮擋你的財產 你就 那就是電話說 你不可以過分你的財產 沒錯 但是 那個東西還是你的 只是你不能變賣 我問你時間夠 要入稅嗎 也是要入稅 那一樣的意思 就像是大日本帝國說 我現在就沒辦法插台灣 可是我還有那個EU 我沒有權利有那個EU 那個權利被美國拿在手中 美國又不該管 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開始亂亂 我們擁有台灣主權 這樣來 你看2009年 一直到我們開始 控告美國之後 然後得到這些結論 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就代表什麼 中華民國不是本土台灣人的政府 你真的不需要參與他的一些活動 像說 11月底 會投票 你們可能都會投票 台灣民進府的人都不會投票 因為你投票你得支持 支持 支持 中華民國繼續管你 因為你就用行動 你已經用行動 同意他的存在 你都用行動 同意他存在 那我美國怎麼好意思 把中華民國趕走 你聽懂人家意思 來問一個問題 來 同盟國之一的這個中華民國 是根據開羅宣言 波斯坦宣言 日華台北條約 所以可以在 這個台灣駐軍 治理台灣 請問這個對錯 這也應該會常常這樣說 中華民國都這樣說 連年科目也這樣說 對面的 中華民國都這樣說 我們都這樣說 請問對錯 一定是錯的 你都會不會我們教 錯在哪裡 錯在哪裡 不知道 因為你會講錯 因為你來這邊上課 哪裡不對 中華民國在哪裡 沒有不對 他是根據 麥克阿瑟第一號命令 一般命令第一號 麥克阿瑟說 你們日本第五戰敗了 一些土地開始掛掉了 被其他國家分配佔領 麥克阿瑟說 蔣介石集團 這個給你 然後又加上 舊金山和平條A 第23條A 代理美軍執行分配佔領 所以繼續待下來 那個 民國68年 1979年 台灣關係法成立 繼續待下來 所以台灣關係法 實際上 說是保護 台灣人 其實重點在保護 那些流行難民 就是那個老 對蔣介石過來 那一代二代三代 美國都一直沒有處理 你看七十年了 今年七十年了 七十年幾代 三代人 對不對 現在七十歲 一出席就是中華民國 影響 吞達三代 其實在蔣介石 一出席 那時候 你國都可以給他出來 好 好 那些管理財 已經席 你兒子不要出來了 我自己親自佔領 就好 他沒有 那獎金給我帶出來 那獎金所出來就算了 你中美段 中美建交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美國建交 你也應該把它切掉 又沒有 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繼續統治 1988年 蔣介石過來 不然你也說 這樣就好了 蔣介石說 以後代不然 又當中華民國總統 就好了 也沒有 繼續立正會 維持中華民國 那邊還割掉 很可惡 美國該處理的一些關鍵點 他都沒有處理 不過好 不過我還想想的 你說美國很困 我每個人都比較弱 你每個人都不操 你不操就最多管 你都管得好好 每次選舉 你都去投票 投票率都70% 對不對 拿著中華民國國旗 要世界跑 你們愛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繼續管你們台灣人 應該 因為你們用行動支持中華民國 我美國幹嘛出面 所以誰可以救本土台灣人 只有本土台灣人 只有本土台灣人 可以救台灣人 你看這個是AIT AIT 現在電器一棟很大棟 AIT 現在人家存差不多四十個 四五十個而已 四五十個 聽說 驚喜一樣你看 這個 6.5公頃 美國在北京的大使館 也只有四公頃而已 四十個人 坐6.5公頃 那有事 這一定另有用途 這是軍事基地 變成亞洲的軍事基地 美國在太平洋很重要的一個軍事基地 當然 中華民國不可以跟你說 為什麼美國可以 剛才在黑幕 日俗美戰 想跟你們共輸 想跟二次大戰共輸 跟美國 就要讓我們吞打 台灣人跟著倒霉 還在還戰爭債 其實我們六歲金 就是在還戰爭債 不管你們 中華民國要賠多少錢 順便給他賠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台灣 中華民國就立馬就立馬 反正我們就賤輸 我們就承認 不然你也好好管 你口口聲聲說 不要有階級資分 大家都一視同仁 都是中國人 什麼都不一樣 那這什麼 這不是很年輕 這不是很老 是怎麼做 很多 承二爪 那是中年事業嘛 對不對 大家真的很多在承二爪 聽說一個 叫慈濟團體也在承二爪 他們可能很散的樣子 這樣承二爪 這 對啊 沒辦法 年輕人要出我 去討談 不然在鎮膠所在 基本上就沒有工作機會了 請問這跟這 這跟老鴨 這跟本土台灣人 他們都沒有 年輕人的時候 都沒有落歲 你們老鴨 你們中國人 你們也落歲 好理就不一樣 你剛好當成中國人 你同胞在看待 沒有啊 他認為你是戰敗國 你的努力啊 你的皇民後裔啊 生生幹不一樣階級 你看這 家子比棺材大 這些大學生比 說住一種房子 那一間那一間 那一間那一間 你看 那就是隔間 分居嘛 沒辦法 我們出社會怎麼缺少 因為在高中大學階段 就住學貸款 對不對 住學貸款 是不是要來 你看這 那中國學生啦 現在開放中國學生來台灣 你看有這補助啦 真好 這個沒有電 有沒有 聽說啦 他們補助之後 一塊的平均 炒三萬塊 這個一塊的 哪有賺三萬塊 他們來打算賺三萬塊 請問啦 這三萬塊什麼人落的 這補助金耶 這錢有誰來的 那公民黨的黨庫 最好死啦 那我們台灣人落的水金啦 那你說這有 這要有階級 我們要跟他爭取什麼會嗎 是誰在搞階級分話 他在大口 蔣偉 開放中國學 他給錢給工作給居留 這都國共一家親 你敢賣相親 我們看我們台灣人在外國 我們台灣人在外國 我們說外國 在外國 台灣島之外 被人家欺負 中華民國有出聲嗎 有啦出聲 都在立法院出聲而已 開會結束之後就點了 等於繼續吹冷氣看不清楚 你看這 我這邊是古年越南 台商啊 越南在那裡排火 我們一些台灣人 中國人都搞不清楚 都在公共海 那個人當年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說 有啦 有啦 我們上台的官員 我們已經有秘書家注意 我們已經 跟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駐越南代表怎麼樣 我說可能電子有卡過啦 那面天才會掛掉 繼續看保證 他不敢出去 這不是國家嘛 你看這官傢伙這 這菲律賓有沒有 這人在講廣信號漁船 對啊 菲律賓拒絕道歉 還有我們台灣的新聞媒體 一直都要唱 還有菲律賓說 我只向家屬道歉 有什麼 家屬道歉 為什麼中華民國不用道歉 中華民國不是你的國家 我找到中華民國道歉什麼 中華民國是瘋了的東西 1949年就死了 對 那存一個新幾八而已 這 這央蘇軍 2010年 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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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他打國際官司 這天新聞就沒去 那他們都齁 其實 台灣人在外面受到一些 不公平大禦 中華民國都在台灣 要怎麼說兩聲 大家如果有聽話就好了 他就不敢出去講話 什麼 不是主權國家 人家是主權國家 對等 就這樣說 你 大人跟大人講話 你 你 叫他們大人來講話 人家怎麼跟你講 是不是這樣子 要對談 人家大人對談 你們怎麼派你們家小朋友來對談 我們就不會跟你講 一樣的道理 你身分丟的就不丟了 人家要跟他接授 看一看 中華民國的軍公教人員 軍公教人員 有很多本土台灣人 我跟你說 那是現在 那是因為李登輝當總統 一些老子 開始慢慢凋零 那些難民的第一代 第二代第三代 也都開始學會本土台灣話 所以有人 你不知道說他是多生人 他是老子 他不能說多生人 他說 他們都說他是難民 因為我們自己沒有看過 我們自己說 外生就不丟了 外生我們本生 我們自己不丟了 我們自己沒有看過 所以我們以前的用詞 其實都不對 你看看 我們老公 台座台灣都老公 工作45年 20歲開始拚了65歲 結果 只領15年的年資 領了243萬 這軍人阿兵哥 工作23年就可以了 43歲退休 你會覺得很恐怖 43歲 阿兵哥退休 43歲 現在的人多跳跳 他說退休 他說領37年年資 22197 2200萬 你領200幾萬 要領2000萬 你要10倍 你們家要10個 10個老公 早就領他一個人的錢 他一家家在吃 你們家10個家在吃 對啊 不然我們也對人來做兵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青青 他高中考大學 真的不考慮 結果去考軍校 哇 你們真的 他離開軍校 他們到的水電會 馬上降半價 他現在已經 超過43歲 他真的退休 所以這份文件是真的 現在每天在家 玩股票 當然他媽的 他說我過來學校 當教官 繼續再領一份薪 教官一個薪水 再加這個薪水 哇 很小小 看那個公務人員 工作35年 55歲 退休 25年年資 老師更肥 兩千多萬 最好的是 阿賓哥 43歲退休 你看看 不過這都要破產了 你有沒有聽過 經常在說要破產 要破產 要破產 這錢要什麼人 這破產 現在人都男人了 再留子孫 所以我們這台人 不再打拼 這樣怕孫子 不只是奴隸 而且是背著債務的奴隸 國軍共軍 都是一家軍 你看看這 這什麼外國 這行政院退休會農民之家 你看看 這國民黨的 人家過年過多 就送禮啦 加菜金啦 紅包啦 這跟本土台灣人 是啊 大育什麼不一樣 我們跟不六歲 什麼我們福利都不一樣 像這個黃世民 上面還差而已 現在又來了 有 偷偷退休 真的沒電 偷偷退休 結果上面報紙 真的去過世了 這樣多領五百萬 他就擺爛就好了 我法官就有聽你 跟你公文 跟你延遲 delay 就好了 把你拆過你就領到了 那你都勾結了 那五百萬什麼人要付 本土台灣人 最近 像這個 那不是我本土台灣人 出事都這樣 輕輕帶過 不然藝術發覺就好了 官商勾結 他們從以前就開始在外養這些官員 我一個政策要執行 需要很多公務人員來改正 公務員集合 名單給我來開始 一人一百萬本 他們怎麼出事就好了 不然領心到現在 要辦不辦的 領心啊 衛家 平常就在養的嘛 平常時候就在養了嘛 過年過節就去人家拜年喔 那領心集團衛家拜年 公務人員去人家家裡拜年 生金啊 養多少錢你知道嗎 用錢就說死人啊 台湾民政府齁 已經上課奮鬥了四年了耶 四四年說要搭四千人 怎麼搭不起來 我跟你說啦 初級班齁 早就遲過四千人了 怎麼可以執政啊 沒有了 你遲過四千人 不是我們一個人都老掉了啦 有的是天天又回去不再來了 那就不算啦 我們要的四千人 不是上過課的四千人 我們要四千人是 要去執政的四千人啊 要去執政的四千人 就是你要自願嘛 沒有了 現在要到達到四千人 有的人天天就走 為什麼 還有一些人是因為這個 不要去啦 你看你能力不錯 你不要台湾民政府 你給錢一千萬保留 不要再出現了 還要去執政的四千人 真的啊 甚至你去那裡 然後暢犯掉 多少錢給你 共買去了啦 到現在逃不起來了 四千人要逃 要逃得差不多就好了 只要你拖過一天 我中華民國大概就可以 在台灣多賺一些錢了 連美國國務院 中華民國都在學生 你都不要插就好了 你不要插台灣人 他民政府都不要插就好了 你欠錢 我 國民黨的黨褲多少 補給你就好了 用錢在講就好 有錢錢也可以 有錢可以死鬼推磨 這是我最討厭的事情 我是學校老師 現在學校老師 現在都怎麼樣 現在怎麼去科技 科技都紅包 我們中央肉 一個學校的家長會會長 你說你科技 科技這麼累嗎 人家說一兩百萬就可以了 我錢我拿錢給你去 我說我不會賤 我說我不要 我還不賤 反正用錢的我都不願意 這最厲害 一個月而已 47萬還可以存48萬 馬英九人怎麼那麼厲害 你要教教我們怎麼有理財 看這個 只要是中華民國的建設 都是這樣 最佳預算 然後工程延期 最佳預算 最佳預算 這是在做什麼 在分贓 官商勾結在分贓 你問真的 做過什麼 政府官員 還是做什麼議員 罵員 他都說一個工程 一百萬 看我差不多拿三十萬五十萬 在這樣做而已 剩下一半都會分掉 請問一半都會分掉 那是什麼人的錢 說我們這些錢 那當然人怎麼會賣好 就說讓他們吃了 要怎麼賣好 你有沒有想看看 人日本 人日本 天寒地動的 那一年 農桌一次收成 我們台灣可以三次收成 結果我們說比人家散 那是什麼原因 剝削 你看我們一些旅遊節目 去外國 去吃東西 去買東西 蛤 怎麼跟台灣賣多錢 人的收入是 兩三倍 三四倍五倍 結果他們的價錢給我們賣多 我們沒有 我們收入比他們低 結果他們的東西 又不一樣 價錢 我們表現 我們做潘子 騙去 那些工程師 廠商也沒騙 就抽稅 你其實你只要 你只要你賣多錢 你只要你賣多錢 一隻牛 補了好幾層皮 你看一下 國民黨的黨產 自從馬英九當上總統之後 多三倍 多三倍 馬英九厲害 真的會理財 國民黨黨產多三倍 馬英九說什麼 川總統 是說黨產要歸零 歸零 歸零 一分章 一個月十幾萬 今天是 都退役軍官 這都知道 油洗洗 說什麼保護台灣 我看是來這裡 西台灣的血汗錢 我爬就這樣 不是我挑起 族群分立 是他們自己搞出來的 我只是講事實而已 這不是我捏造 我沒有可能憑空想像 這些東西 你自己看 馬英九有關 黨產處理 談話 工具還沒有 黨產要歸零 騙票 騙選票而已 你們票用投料贏 好投料沒關係 怎麼可以拿罷免 你相信怎麼可能拿罷免 你憑什麼罷免 你身分證拿出來 你國民 公民照 全力拿罷免 你國民是在拿罷免什麼 你那點 對 我們去投票 國民證認證怎麼可以去投票 你就跟他們投票 你不要跟美國講 對啊 他說他們是國民 不能投票 要趕我們就開放 我們自願 我們不就叫他們來 他們就都要他們支持 是喔 你們繼續再看 對 如果美國這樣講就好 你們繼續再講下去了 這自己看一看就好 不知道要怎麼看 都會收起 其實我們家 我們家從以前都是 都支持綠色 我們家 上上下下 從來沒有一個人跑票 從來沒有一個人 把一張選票 投給國民黨之類的 不過自從參加他民證 我們就不來投了 我們家投票就是支持 中華民國的存在 還要去投票 是差 現在還要6歲 不然真的沒有要6歲 不然你看外面那些車 都掛紅色車牌 像這個 像這個 這個康師傅 這個TDR 這個台灣上市 這個也有問題 怎麼沒有事情 所以他有家在連勝負 這次沒有條 這次又條 應該是說 台灣人沒辦法賣錢 其實你看 他們 他們中國人來台灣 也才多少 一兩百萬人 直接生團 現在三四百萬人 給你五百萬人 五百萬人 五百萬人 有辦法投票 差不多兩三百萬而已 兩三百萬都回到他 也沒得到 像英雄 他七百萬票 中國人都回到他 也沒有七百萬票 那些人都回到他 來 說這個 不要說你不知道 以前的公務人員 是按照 中國省級比例分配 這主要是1991年 1991年 民國80年 你現在這麼久了 我跟你說 1991年之前 都是這樣子 按這個比例的 那是因為 李登輝做總統 他說怎麼這樣 這不行 這要出銷 所以再一些 本土台灣人再開放 所以現在公家機關 很多本土台灣人在上班 你以前起來 一聽誰也知道 那老了 來 看一看 這什麼意思 比如說 江蘇44個人 湖北24個人 到台灣只有8個人 就是說 這次公務人員考試 不管來到多少人 只要你是江蘇的 你們就可以錄取44個人 江蘇就 中國大會那麼大 不是啦 是來台灣的 集關 江蘇省的 老蚵仔其他都好帶 那怎麼這樣 江蘇省這次來40個 我們錄取44個人 都抓 都抓 家白選也抓 這樣 台灣人只有8個 那考場 全部都台灣人 我猜猜你幾個 假設 我們假設 公務人員 這一次1萬人考試 我問你 1萬人科學 本土台灣人 沒有7千人 沒有減半 他沒有5千人 5千人 在這裡 錄取8個 你是要怎麼改靠 5千人錄取8個 你是要怎麼改靠 誰在搞階級分話 誰在考 種族 誰在考 種族分裂 就他們國民黨 他們中華民國 他剛好來東東 你是中國人 沒有 你怎麼說你是中國人 你看 共錄取548人 你看 台灣只有8個人 你是要怎麼改靠 我說你是我公務人員 說他外國 我聽了 你中國人 你說你外國 你真的你是靠這個 保障名額給你 看這個 看這個 這個 省政府 立法院預算中 因為台灣省政府今年 稅出1億6千萬 這當時的 2014年 欸 台灣省政府 中心新春 對啊 那不是收起來了 對啊 收起來了 結算領錢 這些都 他當時你看 你看這些 超過60歲 60歲 剛才這張 都坐了 都在現在做什麼 在生紀律 在笑錢花木 結算領錢 你看 年薪美人 平均年薪120萬 一國的多少 10萬 你們家多少人 一國的10萬 都要贏了 都要贏了 看選舉 剛才說幾次 不可以選舉 選舉才有看 個人補助跟政黨補助 個人補助 每個人補助30元 政黨50元 我們來看 政黨的總統 馬英九 馬英九多少票 689萬 大概剩700萬 一個人就兩億六百多萬 第一位 蔡英文的一億八千萬 個人口袋 政黨還有 可是不要忘記 這50元是一年 總統做四年 乘以四倍 這幾個乘以四倍 那11月底 九合一 七合一 選舉 那選舉 不是大家 都拿九張 選票 差不多拿五張 五張 在這裡 30元 這50元 所以 240元 230元 對不對 你五合 你一個人差不多拿五張 230元 這個人 三億五 你已經被撤掉了 讓這些政黨 率了 這個事實 這不是五倍內� being 你可以查 你還回不下去 你回後 你回後 230元 沒到 五合一 你拿五張 直播 到底怎麼沒什麼 那沒什麼 沒這些壹位 你帶來 我都在彈來 你就不想想到 ECFA 尷尬的 說多好多多好 各位 ECFA當時 ECFA 2011年1月1號生效 2011年 現在2025年 已經滿四年了 你覺得怎麼樣 說我一片哪一生 說多好多多好 我跟你講 可能財團 財團可能有多好 一般老百姓哪有 所以你看看 我跟你講 時大概 民國大概87年 1998年 台灣的國民平均所得 一萬三千美元 到現在 跨20年了 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 兩萬美金 一萬三千變兩萬美金 可是你的薪水一樣 那當時 大學畢業生也是兩萬多 現在又兩萬多 奇怪 大家都領 20年前到現在十多年前 到現在 是不是領賣這個 平均國民所得 一萬三變成兩萬 那七千塊走下去 財團吃掉了 怎麼分到我們手袋 聽懂嗎 當然不是只有財團 中華民國 國民黨也在搬 這官商郭傑多嚴重 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 你看這 謝昌廷 這拿吉他 民進黨最會拿吉他 秋垂神 這都帶到中國 跟任主貴重 在中國 跟中共的高幹 在那吃香喝辣的 會後還有餘性節目 雜誌都有看出來 一定有照片我找不到 一群人在那 在那 小白兔跳跳跳 白人頭頭頭 跳兔子有 所以民進黨都挖過去了 你還計算民進黨 帶領台灣人走去哪裡 走去跟中華那邊 共和國搞在一起 你何必支持這個 回家好了 這個是什麼人 這是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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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啊 連戰啊 這是什麼 星雲啊 這是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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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習近平 你跟他們這裡好 你們回去就好了 對不對 你們早就和解了 你早就沒有敵對關係 你為什麼還留在這裡 對不對 你早了之後 一些稀金 我們都不用力了 我們減力很多 就繼續叫老闆不要緊 那些狐狸都走出來 這個人是誰 蔡英文 這是什麼 建國100年 流亡60年 中華民國流亡 台灣60年 戰後台灣殖境 你看這是什麼人 蔡英文 他選舉的時候 說中華民國就是流亡政務 好 報索新聞開始要攻擊了 又沒有人說不是 中華民國就台灣 台灣就中華民國 繼續選總統 你有回到他嗎 有誰 蔡英文一定有人回到他 氣空了 蔡英文 這個人 我講 民進黨也知道 流亡政府 不過沒辦法 他在選舉的時候 分到太多好處了 個人選票30元 蔡英文 1.8億 有他分1.8億 有他分1.8億 我問你蔡英文 這樣就上班 我講他不用上班 他整個計劃都不用上班了 選一次總統就好了 1.8億就拿去了 他當然還繼續流 繼續跟中華民國 跟國民黨都要插摩扁 有1台而已就好了 這個 這個台灣會恢復什麼 國際地位 那後一台的事情 他已經三台了 要後一台了 都不清楚 你看 你看這個 日本大地震 311海嘯大地震 美國的 馬上就撤僑 在台灣機場 直接就撤僑 馬上AIT 換一個桌子 來美國人 走這裡 所以 那時候 到底來多少 美國僑民 中華民國沒資料 因為都沒經過他海關 中華民國又怎樣 眼巴巴巴的就開個窗戶給他 這代表什麼 你就是人家在世間 你中華民國人家在世間 人家就撤僑 看這個 有沒有 菲律賓總統 錦像家屬道圈 這插中華民國國去 這哪有可能 這騙人的 你問我們的蜜蜜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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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拿這支出去就能唱 這個王國 開始唱 要插這支 你看上面 美國旗 這是那個 流亡旗 美國旗 這雜誌 那雜誌 購不寫 蘋果日報 購不寫 我要問一下 有一個海軍 做海軍退伍的 那台中做的通信 他就說 這兩道是政客的 他說做海軍 真的 他說因為海軍曬出去 美國旗就撩起來了 進台灣港軍港 就撩下來 所以都在裡面騙 騙台灣人 鼻子 流亡護蜜 綠色的 這什麼人 這西藏 突破 那流亡政府 他也用綠色護照 綠色 就是環保 所以我們現在改綠色 如果全世界 用綠色就好了 為什麼美國 就不用綠色 那就是流亡顏色 流亡政府的顏色 護照的顏色 可以參出 這個國家的身分地位 你看這 你看日本 紅色 中華那邊說的 是比較屬於那種 咖啡 暗紅色系 紅色系列 大部分的國家 主權 明確的國家 都是紅色系列 還有藍色的 藍色是美國 加拿大 他們是用藍色的 大部分都是 紅色系列 有綠色系列 這什麼 這什麼 這也綠色系列 這什麼 這韓國 韓國現在用綠色 韓國也不是流亡政府 他們又主權不完整 分裂國家 聽到 所以 綠色就是 流亡政府 分裂國家 主權有問題的國家 對 越南 以前越南不是 南越跟北越 你也拿綠色 所以綠色就是流亡政府 你說你中華民國 是一個主權國家 你要騙 你看你的護照 你是假的 又騙 什麼好騙 我告訴你 流亡政府這麼多 這點二次大戰 一次大戰 韓國 叫日本 打敗 韓國 走 走去上海 叫什麼 Korea上海 法國叫德國打敗 走去倫敦 比意識 叫德國打敗 也走去倫敦 波蘭都在巴黎 二次大戰之後結束 同盟國勝利 走心國失敗 他們這些都 都回歸祖國 他們怎麼說 留在倫敦 倫敦 倫敦 倫敦老百姓來我們這邊投票 參加我們的選舉 沒有 被打敗不就王國了 哪有 古早時代 1830年開始 打敗沒有王國的 打敗是怎樣 換政府而已 換另外一批 那一邊的本土人 當政府 把現有的政府 解散掉 所以居然不在打敗王國了 不然這樣 都要得了 所以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兩點鐘 拿去休息好不好 那五分鐘就好了 五分鐘 因為我煮得很多 好 謝謝